主席好,各位大家早 我們請署長 請署長 署長早 署長你剛剛講說這個稅制改革 因為我們的稅制不公平,稅制改革我們沒有辦法等 這個署長你大概不太清楚,我們稅制改革才剛剛改革過而已 改革的方向是處理財團的方向 以至於當你說社會病的時候我要講,其實社會沒有病,是我們的政府病了 接下來我要先對著這個H1N1疫苗的施打來請教 就是說,關於這個諾華跟國光 這兩個疫苗是不是都完全的他們的查驗登記 我們才在人民的身上來施打 好,這個請那個,我們 呃,局長 郭局長 這時間要動一下,大家說時間都慢慢的再走 對啊,那個走動的時間反正時間暫停 好,報告委員 兩個疫苗都是按照這個規定來做 都有沒有查驗登記過了 我看到媒體的報導,諾華市沒有經過查驗登記完整 兩個疫苗呢,其實剛開始的時候呢,都是依照這個藥事法 我們是走的這個專案進口跟專案 藥事法沒有這個條文啊 有 我其實找了很久沒有看到 我們在疾病管理法裡面 我們的疾病那個防治法裡面 有一條是說,你們可以免依照查驗登記來進口 並沒有說可以使用 好,那國光的疫苗 國光的疫苗 你們到底它有沒有完成完整的這個人體試驗 包括大人跟小孩 你們施打的時候有沒有完全完成了這個實驗 有關這個國光的部分呢 他們是在11月 11月13號完成成人的第二劑嘛 但是小孩子的部分 18歲以下的 根據我們的副署長的發言 是11月20號左右才會完成人體試驗 可是我們的疫苗已經在11月16號開始施打了 是,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有曾經跟委員報告過 就是說那個小孩子的這個人體試驗呢 是因為為了要來決定他的劑次啦 他是打一針還是打兩針 那有關他的安心 還沒有完成嘛 所以你不曉得他完成是一針還是兩針 你還不曉得 我們已經開始施打了 沒有,他打過一針之後呢 那麼他的效果就知道了 就是發現 請問他的效果是怎樣 請你告訴我打了一針以後的效果是怎樣 呃,他的效果就是 只要是小學 就是等於是10歲以上的小孩子 包括10歲呢 那他打一針呢 就已經足夠產生他的免疫力 那假設是9歲 包括9歲 答錯啦 你們給我的資料 昨天晚上 在禮拜五下午才拿到的資料 我們在1歲到18歲的小孩子 在打完給我的時候還沒有第二劑的結果 第一劑的結果 幼兒1到3歲 36.8% 3到6歲 52.5% 6到18歲 73.8% 這是禮拜五我拿到的資料 也就是說 第二劑還沒有出來 你們已經開始跟小孩子打 然後你告訴我他的效果很大 這個是國光 國光在他的網站上的資料 小孩子1到9歲是第二劑以後 第二劑都出來了 他的資料竟然是 這個打1劑以後 打2劑以後 大於60% 大於80 這個1歲的以上的小孩子是 87.8% 3歲到6歲是86.9% 然後呢 轉過來 6到10歲的是90 這是打第二劑 可是你們第二劑的資料都沒有 他怎麼會有第二劑的資料呢 這是不是一個 不實的廣告啊 這是不實的廣告 你們打第一劑 第一劑小孩子1到3歲是36.8% 3到6歲52.5% 6到18是73.8% 然後我很確定 你們給我這個資料 給我這個資料之前 他的第二劑的實驗 還沒有交到衛生署 可是你們已經開始給小孩子施打了 不是報告委員 所以呢 這些小孩子需要打兩劑 不是只有打一劑 只是你怎麼知道他兩劑有沒有效呢 蛤 你怎麼知道他兩劑有沒有效呢 你這個只有一劑的資料 一劑的資料都是36.52點幾耶 這個我不太懂委員的這個意思 你不懂我的意思 我說你的人體試驗 這些資料已經證明 這些資料證明小孩子1到3歲打起來的血型保護是36.8% 是36.8%嗎 這個你可以接受嗎 沒有36.8%對我們的專業來講 就表示他已經開始有免疫的效應 對這些資料跟國外的資料是一樣的啊 不一樣怎麼會一樣呢 他第一劑當然都不到那麼多啊 你這樣講實在是太 這個所有的血型保護總救我們還大於60% 第二劑沒有第一劑打起來只有36.8% 你跟我講說他開始有免疫 第二劑打起來如果還是只有50%的話 這樣你可以接受嗎 沒有第二劑的資料 第一劑資料非常的低 然後我們的疾管局已經開始施打 好你就施打也沒有關係 我們還看到國光的不實的廣告 接下來你們這個開始施打的時候就有給家長一個這個同意書嗎 是不是這樣子 施打的同意書 有我們有給同意書 我要請問一下齁 在你們的同意書裡面齁 你們很大膽的背了這樣的一個書說 如果有GPS等相關的神經症狀 雖然有病例出現 但是根據證據顯示 與接種流感疫苗無關 你們的證據從哪裡來 包括國光包括諾法 包括所有的這個 呃疫苗都不敢講說跟GPS沒有關係 你們台灣的衛生署敢說 打的這個疫苗跟GPS是沒有關係的 你們為什麼敢這樣講呢 那我再問你 好你說 不是 就是根據過去的這些研究的這個結果 我們當然是這樣講 沒有 你的藥廠的訪單都不敢這樣寫的時候 為什麼衛生署要這樣去背書呢 我們沒有背書 有啊這個就是他幫他背書說 這個這些 過去打出來的都沒有關係 沒有 沒有人敢講這種話 包括藥廠的訪單都想他是有可能的副作用 是嚴重但是非常少的副作用 你去看看 諾華的訪單 你去看看 國光的訪單 絕對沒有人寫這樣的話出來 我不曉得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那我再問你 接種經濟裡面 對蛋的蛋那個蛋白質或疫苗其他過敏成分過敏者 這個連基都沒有寫進去 其他成分過敏者 我請問一下 您知道 疫苗的其他的成分是什麼嗎 我們給家長的同意書裡面 問說你的小孩子對於疫苗其他成分過敏的 就不要打這個針 我請問家長要怎麼打勾啊 因為這些小孩子在過去呢 他們都有打過這個流感的這個疫苗 也有其他的這個疫苗 所以這樣子問的意思就是說 假使這個小孩子在過去打過疫苗 曾經發生過過敏反應 他不曉得他的成分一樣不一樣啊 他怎麼會知道今天的成分跟以前不一樣 你有沒有跟我講說 今天這個成分跟以前的成分都一樣 因為現在的成分跟過去的流感疫苗 這個如果他今天打的H1N1 有出現症狀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他再去施打 你也沒有告訴我們的家長 另外 如果 如果有慢性病或者是有過敏 先天性過敏的人 先天性免疫有缺損的人 你們有沒有告訴他們怎麼做 所以才需要醫師來做個別的評判 你沒有嘛 你今天同意書是這樣子 叫人家去簽名回來的 哪有叫醫師做什麼事情呢 當然要有啊 所以今天為什麼我們還花了那個錢 每一個人都要請醫師做個別的一個判定 今天在學校裡面都是在醫師啊 每一個家長都要再去問過醫生 說他可不可以做這樣子嗎 那你們問過說他有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詢問 然後再來施打 你們沒有嘛 你們沒有這樣做 我跟你講 在這個國光的訪單裡面還講得很清楚喔 國光的訪單裡面講說呢 我這個實驗對於慢性病跟先天性免疫有缺損的人 他沒有做過風險的評估 安全性的評估 跟有沒有效性的評估 所以呢 他並不保證喔 那在國外呢 對於這個 就是說先天性免疫 先天性這個免疫系統有缺損的人 像紅白性狼藏 或者是其他的過敏 他們有在用這個抑制免疫 治劑的人 藥品的人 他們都會 跟他講說 這個可能用的沒有一定 有好沒好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我們的這個 家長的同意書裡面 這個都沒有寫進去 都沒有寫進去 不過我是覺得這是一個平衡啊 我跟你講這不是平衡 這是善盡告知 今天小孩子會怎麼暈針 是不是每個小孩子 在打針的時候 他都知道他可能會有什麼反應 我要這樣講 我們這樣全面的施打 我們在學校裡面有沒有告訴老師 至少要在打針以前 告訴小朋友 你這個是家長同意書喔 家長還不一定跟小孩子討論 你如果跟小孩子講說 這個人打下去 可能會有什麼現象 這小孩子心裡頭有準備 可能就不會去暈針喔 對 可是你們有沒有這個動作 全面的施打裡面 這個全面要全面要施打裡面 花三分鐘的時間 做一個解釋 也沒有嘛 當然有啊 沒有 這個這樣講就不公平啦 我們還特別做了一個video 放在網路上面 要求學校 小朋友去看 小孩子每一個人都有 電腦在學校裡面 有在老師的這個指導之下 看這個東西 是這樣子的嗎 我們一年級的小朋友 二年級的小朋友 都看得懂電腦 都知道他怎麼上去找資料 以至於他們都知道 他們在打這個針的時候 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什麼樣的風險 報告委員 是這樣子的嗎 報告委員 我沒有要跟你拚 我只是告訴你 這個事情應該要怎麼做 另外有關於 我覺得應該要讓國人也要知道 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這一套系統 你不能夠只用網站的東西 給小朋友嘛 但是我們比美國 比其他的國家 現在安全控制 我們不要跟其他的國家來比 都要求很高 在美國 我要求的東西有很多嗎 他們通常還有drive through 只要把 我告訴 我要求的也很多 美國是這樣 CDC也好 FDA也好 不斷的發信 給我們的醫療體系的人 告訴他們所有的資訊 讓他們能夠在 給小孩子施打的時候 或是給這個病犯 要接種的人施打的時候 他們都很清楚的知道 怎麼告訴他的病人 這是他們的FDA跟CDC做 你們沒有這樣做 我們的安全絕對 不是安全絕對 我告訴你 GSK的疫苗為什麼下架 國外的疫苗為什麼下架 都是用一樣的方式做的 為什麼下架 因為他們在控管 我們現在也在控管啊 我們也是所有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要告訴小孩子 這些事情 我要求的東西 定不過度 我叫請問各位 讓小孩子知道 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那麼難嗎 花兩分鐘 告訴小朋友 說打這個針 有什麼樣的一個副作用 有這麼難嗎 我們花八分鐘 放個片子 給小孩子看 我再告訴你 要比兩分鐘要好很多啊 這個不良反應 我們來看這個不良反應 有一個小孩子 得了肺炎鏈球菌 死掉了 你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你說這個跟沒有關係 跟這個藥沒有關係 但是 十一月二十五號 美國的CDC 發表了一個新聞 他說呢 H1N1 他們很擔心 H1N1 跟肺炎鏈球菌的這個病 肺炎有關係 有關聯 他們很擔心 但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這個 疾管局很厲害 一來就說這個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要再問你 你講的那個也講錯啦 我講錯什麼 他也不是跟肺炎 打針跟肺炎修症 他們worry的 他們這個裡面有link 他們沒有worry 他們認為是說 感染到H1N1的話 會跟肺炎走 沒有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他是 他是從這個病開始 病發的時候 病發的時候 就開始打疫苗的時候 他們也跟去查到 就是說十月的時候 他們這個病增加很多 然後呢 H1N1也開始施打疫苗 所以他們是擔心 這個中間有一點關聯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一開始就覺得 絕對不有關係 那我再問你 其他症狀裡面到 55個這個其他的症狀裡面 包括了什麼東西 國光的裡面有55個 其他症狀是什麼東西 有多少人有這個 所謂的B 有類似B 那個GBS的syndrome 或者是顏面麻痹這樣的一個現象 到目前有多少個案子 目前在台灣沒有通報 我跟委員報告 沒有通報 女孩子她打了以後 得到這個 那個不是GPS 不是GPS 在美國到目前為止呢 他們通報14例 美國 好 那台灣我們沒有 那類似像女孩子那樣的反應 但是我們去年 顏面的這個部分開始發 就是說 他的顏面麻痹 或是說這個嘴歪了 或是眼睛不能夠 閉起來 或者是耳朵 這個地方突然 變得非常的麻痹 聽不太清楚 有沒有這樣的症狀 有這樣的症狀 其他裡面有多少 不是其他 這個就是我們在講的這個神經的這個部分 那我請問你 他其他症狀都是什麼 其他症狀都很mild的症狀 才會放在最後一個 那至少跟 你認為跟神經可能有關聯的一些症狀 有幾個 跟神經 我們現在跟 跟WHO跟美國一樣 都在追蹤總共包括GPS 那21種 跟神經有關的這個疾病 都沒有人通報嗎 蛤 都沒有人通報嗎 包括就是小孩子有兩個 Belopopsy的這個病人嘛 這個我們在媒體上也都講了 對不對 那這個都有啊 但是我們說 這一個呢 不是GBS 不是我們所謂的G0 我們也不是講GBS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說 這個H101打下去 跟其他的一些關聯 你們不能夠一下子 就把所有的 一發生什麼事情 就說這不是情緒性的 這個沒有關係 這個跟那個沒有關係 我覺得我們聽到這樣的東西 我們心裡其實很焦慮的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國外的這個 對於這個 H101以後的這個追蹤的那個 那個系統 跟我們 這個非常謙虛的想要知道說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才會把GBSK的東西 整個下架 如果在台灣使兩例 你大概也說這個 沒有關係 我們也不會下架的 包括委員 我這樣子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死亡的病例 一個死亡的病例 我希望你們不要掉以輕心 謝謝 好我想提醒要 謝謝 謝謝